Who and Sean Sean We and Sean Sean 我吃啦 我吃啦 We and Sean Sean Oh my God 鸡胸吃一整天 从早餐吃到宵夜 做SPA必须多便 House 7 买杯咖啡 鸡胸吃一天 也可以带手一些 House 7 一脸 本身超好 P4V 嗯 我 我挑战 鸡胸吃一天 鸡胸的力吃一天 多一片 我就跟你翻脸 行不行 天啊 今天要挑战一整天 都用7的鸡胸肉来做料理 总共有5道 早餐先让我来个仪式压压惊 喝个7的City Prima 精品美食 喝完整个很想做 我的起司鸡肉温沙拉 这道超级简单 非常适合当早餐 因为时间还早 就埋合合风 还早沙拉 一定要快速的铺在烘焙纸上 因为沙拉不来慢 接下来准备一个蒜香黑胡椒鸡胸肉 我们小心地把它打 哦 一个太用力就鸡飞成事了 什么东西 赶快撕一撕把它铺上去 俗话说 龙生龙 凤生凤 沙拉的中间留个洞 喂 先撒点盐跟胡椒做调味之后 就可以在沙拉洞里打个蛋 沙拉是谁 什么 记得要在鸡蛋上搓几个洞 要不然尾波出来可能会爆炸 就会变成出来炸到了 接下来在最上层铺上一些起司 或者是起司片 只要会融化的那种都可以 千万别放上可爱的小孩哦 不是那种融化 我们赶快把它包起来两边卷起 像包尸挺不齿 只要圈里里面东西不要掉出来就可以 然后放到一个盘子上 就可以拿进去尾波 够 家用700瓦尾波三分半 哦 时间一下就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起司是否融化 然后搭配一口早餐的咖啡 我们早餐的这一道 切死鸡胸温沙拉 就可以来试吃 一日鸡鸡在雨晨 先让我来喝一口 City Prima精品 美式 开关被打开了 要不你也喝一口 还是我帮你开 你的开关 我老太好开想过 我没有料想到你会讲出来 老汤这样吃就比较低糖健康 哇嗚 起司 就是可以融化的起司 你都是用微波就好了 对 微波三分钟 如果你瓦数比较低 你就微波久一点 我先来吃一块这个肉 哇塞 开气了 嗯 哦 你怎么没有面条 可是我觉得因为你有加起司 可能菜软软的也不奇怪 可是起司是一定要的正经 嗯 很好吃 嗯 可以 好香喔 这不错欸 早餐我可以吃这个 吃这个就很舒服 嗯 好舒服 嗯 我早上都想要来一点点 鸡肉 哇塞 你这鸡肉很赞 烤叶竹吃别的鸡 我们午餐的料理就是焗烤沙拉鸡胸 超级简单 之前一首课就做完 鸡肉 不吃上火四季 自换起肉要不停 记忆大吃的明天 在白江走绿子 反切成火的妖极 然后搅拌均匀 煮出小眼茶 把水做不停 鸡肉 不用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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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鸡肉 我自己在一起 自我看时间 其他喝酒 温度神圣 四川神圣 飘不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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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人 七色不温人 温人 温人 真的很轻松 鸡肉鸡胸肉 就像救了 鸡肉 你看 再撒上一点 巴西里耶装饰 我们吃一道 焗鸡胸肉 就可以又来试吃 这个焗鸡 我还没消化 哈哈哈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有两个 绝高的颜色 嗯 我觉得它 居然举个好了 但是它那个 鸡胸肉 还是不柴的 你猜最热量多少 500 等下你揭晓了 375.45 天呐 你看 也不高啊 哇塞 我喜欢吃这个 我要吃边边这个皮啊 你喜欢硬的是吧 嗯 你帮我挖好不好 你太硬了 对不起 这天生的没办法 哦 但是如果一般的人这样子 如果只是这样吃的话 下午可能就饿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做个下午茶 哦天啊 Let's go 吃的我们还没结束 接下来是要做两斑鸡胸温泉蛋 非常适合下酒哟 首先我们准备一段葱白的部分 来切个葱丝 然后记得把葱丝泡到冷水里 可以降低它的辣度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 舒米鸡胸肉 然后一样把它撕碎 撕鸡有两种 一种是带刀 一种不带 端看当天的日期 然后去买一包 食安牧场的温泉蛋 里面有两颗 用抓到老公出轨的心情 把它撕碎 这种撕吧 感觉老公是官饭 对的 料理可以偷吃 但感情可不行哦 讲到哪里去了 赶快调味 薄盐酱油一小匙 然后麻油也一小匙 接下来把泡水的葱丝擦干 而泡过的粉丝会很干 擦干之后 就可以丢到我们的碗里 跟鸡肉与蛋一起搅拌 所以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我只想先凉拌 赶快把最后的葱花也放进去 把全部的食材稍微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盛盘 这看起来非常美味的凉饭鸡胸温泉单 我们就可以来试吃 都是Seven Simple Feet的食材 然后我就加了一些葱 还有麻油跟酱油拌一下 那个葱呢 我已经泡过水了 所以它不温辣 然后一起吃 除了那个葱丝的葱 我觉得那个蛋的味道很好吃 很好吃 这根本就是另外一道菜 这种感觉是可以出现在餐厅里面的一道前菜 对 前菜 太短了是吧 你不喜欢太短了 嗯 嗯 啊 他们这个蛋的盆子做得很棒 很方便啊 对啊 你这样加几颗蛋 两颗 因为那一包就两颗了 跟男人一样 你不要这样才也跟这一颗 嘿嘿嘿嘿嘿 这次很适合下酒 没错 挺会白酒 我先喝醉的等你 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什么意思 哦 儿子我爱你的综艺节奏感 终于到了晚餐的最后两道鸡胸料理 首先是凉拌辣味鸡 我们来先切点葱末 小鼠特别喜欢葱末 因为大家都是葱末末无名开始的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蒜香黑胡椒鸡胸 给它斜切个几片备用 这道超简单的料理 关键就是鸡胸与酱汁的融合 我们马上就可以来做酱汁 首先把葱末倒进来 然后先鸡精来给一小匙 麻油一大匙 辣油也是一大匙 然后豆瓣酱来给一大匙 接下来比较特别就是五丝塔酱不是五丝铠酱 然后抹一小半的蒜泥 注意你的声音表情 最后加两大匙的热水 小心别烫到 然后就是给它搅拌个均匀 我们这个酱汁就完成了 最后淋上鸡胸 我们这一道凉拌辣味鸡就大功告成 赶快来做下一道料理 晚餐时间终于可以有酒精的仪式了 最后一道我们来煮个鸡胸饭团粥 先把酥米鸡胸肉里面的汤汁 倒进锅里 鸡的精华可不要浪费 然后加个300ml的水 但是你的嘴怎么有点小中风的感觉 哦 原来是为了播放这首歌曲 酥思弃凯凶油 肉很冷 你开备用 水滚着几分 半端两碟酒 猪孴本豚之后 几胸也宙 我们赶快准备装盘 记得把鸡肉跟蟹肉棒都挑到晚上会比较好看 最后来一圈的麻油 我们这一道鸡胸饭团周就可以准备来试吃 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晚餐了 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辣鸡胸 什么都提不起我的心理 不要拿那么大块给我 虽然文鸡色变 可是它好吃 这很好吃啊 我可以再吃一个小块 你知道你有吃过那个怪味鸡吗 有点像口水鸡 今天全部的鸡我一要开火就是这个 我还多加了蟹肉棒 就是这个肉棒性蟹 难得你在我站在海中央的时候 还可以觉得想要吃这样子 海中央是什么 我还有你 我这个加芥末应该很好吃 我还有吃了 我还接着看 我还接着看 太多了太多了太爽了啦 今天没大便 给你吃 哇 加芥末好好吃 拜托大家一定要加芥末 整个 整个又可以再多吃一块鸡胸啦 可以 我可以耶 哇 好好吃哦 要多一碗 好吃哦 吃个不适合跟公婆同志 一直 阿姨你好 你整天的那个鸡胸肉挑战 我上岸了 这算是最后面 把它拉回来 把它快要溺死了 用最后这一两套把它拉回来 可以再给我一小口吗 我觉得真的太好吃 那就比较好 嗯 欸不是开玩笑的 爹地好辣 好辣 我没有捞鸡肉的意思吗 这边还剩超多的 你辛苦行吗 你多吃点 你嘛邦邦嘛 如果你还想继续看笑鼠作才 那就一定要 追踪粉丝团 抢身看 订阅小铃铛 要打开 还有非常